今天的主角就是滕泽秀行 情人、酒精、读博、样样精通的日本围棋大师 天生的围棋大师滕泽秀行 滕泽秀行本名滕泽宝 他于1925年6月14日出生在日本横滨的一个买卖人家里 当时滕泽秀行的父亲滕泽众武郎69岁 母亲滕泽娟子23岁 虽然两人年龄差距很大 但还是走到了一起 在横滨经营着一个中等规模的制私工厂 滕泽秀行的父亲十分好赌 虽然年近古稀 但身子骨依旧硬朗 除了与娟子的孩子外 还有其他私生子 滕泽秀行一共有23个兄弟姐妹 俗话说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或许这也是滕泽秀行适度成性 和日后风流的原因之一 由于工厂生意破落 父亲开始以靠收租为生 生活也就闲了下来 而闲下来的时候呢 就迷上了围棋 经常出门下棋 那还怎么召唤孩子呢 他把还是婴儿的秀行 绑在背后出门 这样就能边照料孩子 边下棋 也因为这样 秀行从小就目睹在棋子生中 是看着父亲下棋长大的 之后在父亲的引领下 进入了围棋世界 并希望他能成为日本围棋名人 所谓的名人 是日本围棋中最高实力 以最强者的独有称号 秀行的围棋生涯 用几本书都无法详细讲完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学习期 成长期 成熟期 学习期 五岁的秀行进入围棋界 九岁进入日本棋院 十四岁成为职业棋手 十五岁跟随日本昭和 最强棋手之一的板田荣男 来到中国大连 他在中国一边学习棋艺 一边学习中国的古事和文化 这也是秀行第一次与中国结缘 仅三年后 他晋升为三段 并改名为秀行 成长期 1959年 获得日本棋院第一位决定战的优胜 1960年 获得日本围棋生段赛最高位战的优胜 而要说的花开结果 则是在1961年 他终于获得了决定 日本最强棋手的名人战优胜 成熟期 成为了名人 完成了当年父亲的愿望 而这并没有停止 滕泽秀行前进的步伐 之后他又获得了 各大围棋赛事的冠军 在1977年 获得了首届棋胜之位 并且保持了六连霸 成为前无古人的名誉棋胜 甚至在67岁那年 他还未免了围棋锦标赛的王座 成为史上最年长的冠军 他一生夺得了23次冠军 可以说滕泽秀行是天生的围棋大师 不羁的混蛋男儿 滕泽秀行 只要说到滕泽秀行的棋义 大家总是赞不绝口 但如果说到他的私生活 却不是那么给人印象良好 甚至可以用放荡二字形容 如果说到吃喝嫖赌 是四醉的话 那么他就有三醉 第一醉 酗酒 滕泽秀行非常爱喝酒 有事没事就喜欢喝上几杯 经常最后扬相百出 弄得别人相当尴尬 比如之前名人战 秀行眼看夺冠无望 于是就跑到酒馆里喝了个烂醉 比赛结果出来后 工作人员想告诉他 他已经成为名人的消息 但是照片全程都没找到 直到凌晨才知道 滕泽秀行已喝得烂醉如泥 另外 他喝完酒还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会乱说女性性器官署名 非常的不压 甚至在与邓小平会面时 他也是迷听大嘴的状态 还询问女性性器官在中文怎么说 导致会面不得不终止 也因为过分饮酒 他曾经大量吐血 随后被查出了胃癌 第二罪 赌博 他非常好赌 刚开始总输 后来一把翻盘 赢回了赌输的钱 或许是这次的赢钱 让他上了瘾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没钱了就去找朋友借 甚至借高利贷 光是赌博就输了将近十亿日元 因为这样 秀行一家常年家徒四比 当时骑胜比赛奖金非常高 秀行包了了前六年的夺冠奖金 奖金上亿却也还不完债务 所以又被人称为为妻界的借钱王 第三罪 玩女 他男女关系非常乱 在结婚后也继续与其他女人保持关系 在外面有多名私生子 据他的妻子腾泽原子回忆 腾泽秀行曾经在情人家里待了三年 都没有回到家 甚至后来回家的时候都已经不认识路了 还是打电话让妻子带的路 腾泽秀行算不上是一位好丈夫 好父亲 如果放在如今的社交平台上 肯定会被骂作超级渣男 但也因为他独特的个人魅力 让别人容忍了他的放荡不羁 他喝酒得了胃癌 却是靠意志战胜了胃癌 他赌博结下了不少债主 但债主听说他迎起时 比拿到钱还开心 他玩女人玩出私生子 但他的妻子心甘情愿地 在离婚后也帮他带孩子 国际的粮食义友腾泽秀行 抛开这些恶习 再回到腾泽秀行的围棋世界 他不仅站在了日本围棋界的顶点 还深远地影响了国际围棋的发展 曾经带出了韩国围棋界的第一高手曹勋炫 并于1981年组织秀行军团前往中国 与中国的围棋棋手们进行交流 在腾泽秀行的指导下 不少中国棋手的棋椅都得到了质的飞跃 自此中国围棋开始慢慢赶超了日本 即便债务累累 腾泽秀行还是自费前前后后 十四次来到中国进行交流 促进中国棋手进步 对于中国棋手 他如属珍宝 他曾经预言以后的围棋界是马小春的天下 果然之后 他便与聂未平一起站在了顶峰 他曾经在长浩小时候夸他奇才无量 后来长浩果然成了中国围棋的新一代领军人物 而中国棋手对于他 也无不避恭避敬 中国民间的围棋迷们也非常喜欢他 于是在2004年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儒然 授予腾泽秀行中日围棋交流功劳奖 2009年5月8日那天 腾泽秀行在东京病逝 胃癌 淋巴癌 前列腺癌 这三大癌症联手最终打败了这位83岁的老人 腾泽秀行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 他风流 酗酒 好赌 无论是经济自己的歧义还是推广围棋的国际化 他的一生都在棋盘之上 即便病魔缠身 他也从未放弃 他是跨越了国界 跨越了时代 真正的围棋大师 今天的日本奇人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既然已经听到这里了 那么你一定觉得这个故事还不错 请抬起小手给视频点个赞 还有关注也别忘了 小铃铛顺手开启 如果你有什么想让苏鲍军讲的日本奇人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好 我们下期再见